马政府又有人事变动了 总统府在昨晚宣布 去年5月才接任国安局长的李祥仲 传出因为罹患口腔癌 以身体健康因素向马总统请辞获准 在卸任之后 他将转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至于国安局长的遗缺 将由在扁政府时期 曾任国安局副局长的杨国强接任 去年5月 前国安局长蔡德胜因为健康因素请辞 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清典 李祥仲接下局长职位 没想到一年之后 他也因为健康因素请辞 传出在今年3月 他发现罹患口腔癌 6月手术治疗之后 虽然恢复状况不错 不过医生建议他需要多休息 因此在马总统出访前 就向马总统请辞 等到出访回国之后 马总统同意他的请辞案 看起来好好的 本来李祥仲看起来就多健康的一个人 我吓了一大跳 我当然是祝福他身体可以赶快健康起来 李祥仲请辞后 新的国安局长是他杨国强 我们全校一致的口径 都在搭发这些学生 认为很不持他们的行径 2003年杨国强担任陆军官校校长 5名4年级的学生自治干部 集体作弊 他坚持维持军人荣誉要全部开除 当时还闹上新闻版面轰动一时 而杨国强陆军官校毕业 也读过三军大学战争学院 还曾经到哈佛大学高阶政府官员班进修 除了陆军官校校长之外 他两次担任国安局驻美特派员 也当过国安局副局长 不过马总统任期剩下不到一年 国安系统首长再度传出异动 难免让外界有想象空间 畏居国家这些重要职务的人 一个一个都以健康因素这样走掉 金母冲走掉 苏琪走掉 然后李翔咒走掉 这个对整个国家的执政稳定来讲的话 那真的是让人担忧 不管是健康因素还是其他考量 李翔咒闪电请辞 让政坛上下都感到非常意外 民事新闻 蔡梦玉 蔡明镇 台北舞蹈